彰化也非常紧绷了 为什么因为来看彰化 今天新增了28例 好看起来呢 也是越来越多人被传染了 其中有22例是彰化卫生局 在昨天他们率先宣布的 这个歌唱班成员的染疫人数 好其实这个葡萄妈 当时就5月8号在喜宴传播链 造成36人确诊 而且呢歌唱班也分散了三桌 他们的足迹呢 遍布了9个乡镇室 包含了鹿港地藏王庙 台铁园林镇以及园林区公所 南投越南美食通通都有 好另外呢 其实今天的新增6位的个案 有3位确诊者 就是根据了卫生局公布的足迹 自主到医院裁检之后 才确诊的 他们的警觉性也相当的高 提醒大家真的也都要提高警觉 另外3个人就是刚提到 歌唱班的家人 还有活动的接触者 而其实葡萄妇的同桌的3个人呢 他们包括呢 女保险员他也去了美法店洗头 还咳嗽没有戴口罩 还说最近没有见过葡萄妈 另外呢美法师全家也16个人都被隔离了 还要里长夫妻相关的这个西湖 普新永静也匡列了800人 可以看出来 昭华县的疫情真的是升更紧张 我们知道说有个水果商的家庭群聚 之前跟各位报告 有校园的接触者 那另外影响最大的是宴席餐厅的接触者 然后再往隔上班 有22位昨天已经跟各位报告过的 产业阳性的个案 那今天这22位 中央也已经公布是确诊案例了 那在这个疫调当中呢 这个水果商妇的大儿子 他去过一家普新的烧烤店 那这个烧烤店 我们也裁剪发现三位的一个阳性的个案 那今天指挥中心也宣布确诊 好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超级的传播者呢 彰化葡萄的传播列 目前已经有多达36人确诊 很多人还在裁剪当中 卖葡萄妇人参加了喜宴 因为呢很多桌几千人造成了同桌 隔壁桌的唱歌班 朋友接连一个一个全部中标 其中包括了当地刚刚有提到的里长夫妻 看到县府发出了1300人快筛力 赶快前往筛检 这一筛才知道也确诊了 由于里长平时常常在里面嘛 在很多地方到处来办活动 接触了很多的里民相当的活跃 加上唱歌 当然那个时候但他没有警觉心也没有戴口罩 造成整个传染 这个传播呢非常的迅速 阿公阿嬷坐在庙前棚架下一个一个等待快筛 因为当地里长确诊了 有的人一等就是半个多钟头火气来了 在外面戴花号吗 在里面戴花号吗 在这里有一个地方 老人家好担心自己也被传染 因为当地里长夫妻确诊 就是在婚宴会馆的快筛现场发现的 其中包括里长夫妻地方办活动 又是歌唱班成员 又是唱歌又是打麻将相当活跃 比对里长歌唱班足迹到处趴趴走 从南到北九哥乡镇 甚至跨区到南投小吃店 老板娘前一天傍晚才被告知 一早周边环境大消毒 卖葡萄妇人一家确诊 又传染给同池喜宴的歌唱班同学 一连串36人确诊 高活动力也让病毒快速传播 介中部综合报导 好建宏你要警觉点 其实这回疫情也是很严重 记得一定要做好万全的防疫的准备 另外561Louis非常感恩你的斗内支持 他说缺水缺电疫情失控 台湾真的快变成名副其实的鬼岛了 好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还有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来看到的是呢 很多的网友也都在担心 这一回的疫情会不会接连的 没有办法整个阻断传播力下去呢 当然现在就靠全民团结疫情 包括你我全部都要做好每一个细节的防疫 而院内情聚事件将再增 指挥中心表示了台北协议的透析中心 这位病患在5月12号 他当时出现了虚弱症状 5月13号他发说就医裁剪确诊是阳性 这个诊所有购买快筛给员工跟洗身病人来使用 所以验出了4人有阳性 由于卫生局到洗身中心来做空裂 还有相关的感控原则 11人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目前也会进行裁剪 除了昨天所说的 就是两起的这个院内感染事件 就是指这个亚东医院跟高雄的人会医院之外 我们今天是有新增一个这个血液透析中心的 一个群聚事件 那这个也是在台北市的一个 血液透析中心 那他在这个 病患本身有一位洗肾的病患呢 是在5月12号开始有一些虚弱的症状 5月13号发烧 那后来有就医裁剪 确认是阳性之后呢 那这个诊所自己本身呢 有这个去购买快筛来给他自己的员工 跟他那个洗肾的病人来接受快筛 那我验出4名阳性 那我们在得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后 也跟卫生局一起到这个洗肾中心 这边去做相关的一些 匡列还有感控的一些 这个原则 所以目前他们这些11名工作人员 跟67名的病患 全数都列为这个居家隔离的对象 好 医院的量能有没有院内感染 大家现在真的都非常的担心 而台北市的万华区 成为疫情的重贼区 之前呢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他要质疑上百位外籍的这个女生 在这个区域来陪试 疫情爆发之后 一路的逃往了中南部 恐怕呢一路扩散到全台湾 经过警方追查的确 有27位的外籍陪试女失联了 稍早警方说这27位女子 现在已经全数都联系上 都带往了筛检站来快筛 也希望民众能够稍稍放心 各位我们如果有掌握的部分 大概都有联络 那有联络的部分 都有辅导他们出来快筛 但是他们并不是犯人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用强制力 可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能够出来的部分 我们都有在做辅导 那目前为止也都在去劝导 那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群柱 我们也都在做希望他们能够 因为有很多事物 可能是非法移工 所以他们也都 我们现在也都在 透过各种管道 希望他们做来做快筛 那各位看到 这边的快筛的数量 其实养性偏高 的确是我们需要继续追查 所以万伐分局 对这个部分都一直在追踪中 好感谢重机的斗内支持 钢铁谢宝 他说莱猪执政党 让大家缺电缺水 缺疫苗 缺缺缺不普筛 欺瞒人民可恶至极 没错就盖牌嘛 双北市长都比陈时中 有GOTS多了 快狠准的保护人民 他希望他麻烦 蔡英文政府 要好好配合地方政府 不要再政治考量 不要再视人民为无物 他也说支持 最美丽的秀秀主播 好非常感谢重机的支持 也希望所有 我们YT聊天室的粉丝 有看到的话 通通都要做好防疫的动作 好万华这对母女母亲 因为呢 染疫被带走住院 不过他9岁的小女儿 其实他也是确诊个案 却被一个人呢 留在家中 超过了10个小时 好 9岁的这个年纪 这样子呢 很多的家长都会很担心的 母亲当然很着急 到处来求助 拜托帮帮忙 警方获报 才紧急穿上了房屋衣来找人 没想到这女童 因为呢太过的惊慌 门口徘徊想找妈妈 救护车也赶紧将人来送到医院 结束了惊魂纪 大马路上大声向警察 背背道歉 这名九岁女童 其实已经确诊 却被独自留在家中 超过10个小时 母亲急得四处求救 这名单亲母亲带着小孩 与姐姐同住 11号筛检后 一家三口都确诊 母亲15号入住医院 姐姐则在18号 上午发病到医院插管 而9岁女童就这样 被独自留在家中 从上午七八点到晚上五六点 议员才找到警方帮忙 没想到一行人走到门口 就看到确诊女童 因为太害怕想出门 小妈妈 救车抵达后 女童顺利被送到医院 而她手中的素食 可能就是这一天的唯一一餐 女童独留在家 今晚计时小时终于落幕 到底是人力不足 还是疏忽疫情升温期 卫生局应该更小心谨慎 记得你家惠林又成台北采访报道